想到阿兰惹作为一个女孩子 都没有好好地被疼爱过 没有好好地被呵护过 我就觉得有些难过 可是转念一想 我又比阿兰惹好到哪里去了呢 那你恨他吗 大概不恨吧 我只是有点儿累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和他没有缘分罢了 你还想将来会遇到更好的人 将来我会遇到更好的人 那你有没有想过 将来想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会遇到一个我有危险 他会出现 他会出现 除夕救了我 不会把我随手抛下的人 在我痛苦的时候能够安慰我的 难道你就没有想过 要遇到一个 要遇到一个 再也不会让你受苦 再也不会让你遇到危险的人吗 我早就想到自己没那个运气 就是突然觉得很难过 就哭出来了 好 好 没事 是 殷刑宫突然遭遇天火 今夜就要连夜赶回王都 我先将阿兰惹殿下送回画坊 你将殿下的东西收拾妥当 是 苏莫叶 我自会找你 你 怎么了 吓了一跳 希泽神君 你是走错房了吧 有什么问题吗 这三更半夜的突然前来 我觉得有些不妥 我来陪你 不好吗 这个 这里是 这是你的画坊 今夜行宫走水 大家都回到船上了 是 希泽神君 若是累了懒得再去找屋子 那你便在我房中先休息片刻吧 我出去吹吹风 你若要走时切记替我留个门 我来看看你的伤 神君 神君 我是阿兰惹 不是菊诺 神君 我是阿兰惹 不是菊诺 神君 莫不是认错人了 我真的不是菊诺 我实实在在是阿兰惹 若是你真的把我看成了菊诺 莫不是撞邪了吧 我没有撞邪 但你一般不是会在这种时刻 去照看菊诺吗 我来照看你 不好吗 我 我知道了 你来照看我 是菊诺想抵消 常递将我关进九曲轮吧 有点 和他们几没无关 如今 连我倒给你的一杯水 你都不愿喝了 我现在觉得有些渴了 那我便喝一下吧 怎么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感觉可好些了 好一点了 生死轻快了许多 离天亮还有些时辰 你再睡一会儿 汐泽大人 怎么了 清殿见不着殿下不肯睡觉 我正想去找殿下呢 阿兰惹殿下已经睡了 我去看看 是 哇 可以了 这么快就睡了 西泽大人可真厉害 在下苏莫叶 见过东华帝君 我的身份你先瞒着呢 这里虽然灵气不多 但比外界更纯净 事宜休养元神 你也不用先回去 我不在事替我照看他 帝君你要出行 我有事要做 我有事要做 当然 我还有一些事情吩咐你 但凭帝君吩咐 你让我来 殿下 你的鼻子旁边看好了 来 很简单的 这样插着 帝君 好了 你真厉害啊 那当然了 我知道莫少女最善细探烹茶 不过看这阵仗 你该不会以为 烹茶和烤鱼都是一回事吧 总有第一次嘛 情有可原是吧 这炉间事和灶间事呢 虽然只差一个字 但是这区别可就大了 我看呀 莫少这回可不是要给我烤鱼吃 而是要我来救场 给你做烤鱼吃吧 谁说的 这鱼还吃不上 我特地 给你备了碗粥 还有粥啊 殿下请慢用 算你还有一点良心 来 怪了 我最近好像吃什么都有一股血腥味 大概 大概是你的伤 还没完全好的缘故吧 对 好可惜哦 这周要是没有这股腥味 倒还不错 好 殿下真棒 全都喝光了 那喝光了可以教我怎么烤鱼了吧 这鱼啊得来不易 希泽大人特别交代 鱼得烤着给你吃 才有效应 可叹我啊 文武双全 唯独这烤鱼有些 殿下来 来殿下来来 喝点糖水 你说希泽 这鱼是希泽拿来的 对啊 他还嘱咐我 要我好好照顾你 奇了怪了 昨晚就觉得他有点奇怪 我还以为他撞鞋了 难道他今天还没还过来啊 他昨晚抱你回船后 什么话都没同你说吗 说是说了 但实在有些反常 而且你不是跟我说 他对阿兰惹 并没有负其情分吗 我怎么感觉他似乎 好像还挺关心我的 等等 昨晚陪我的不是你吗 怎么抱我回去的是他呀 你呀 还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呢 好 这个鱼糊了糊了糊了 怎么办怎么办 哎呀